权威代理雇佣案件解决劳资纠纷 请找妹021-254-2903 这四个饮食习惯纯属给健康找事 1.早上一杯淡盐水纯属找事 很多人早上习惯喝一杯淡盐水 建议最好别这样做 尤其是对于患有高血压病的老年人来说 更不推荐 人在夜间睡眠时会消耗水分 也不额外饮水 早晨血粘稠度最高 血压也不稳定 容易出现各种心脏意外 此时喝盐水可能会让血压升高 纯属找事 但盐水固然有益菌和补充电解质的作用 但是那是在有口腔或咽喉炎症 或者腹泻等特殊情况下 才适宜漱口或者是饮用 早晨最好的饮品是温开水 水温大约在40摄氏度左右 这个温度接近人体的温度 感受会非常的舒服 补水效果会更好 2.主食吃太少让人没劲 膳食的基础是主食 主食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摄入源 建议三餐都要有主食 但是很多人对于主食避之不及 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如果没有主食功能 一方面大脑运作的效率会大大下降 产生头晕心悸精神不集中等问题 另一方面 主食是能量的主要来源 缺少主食 人体也会开始燃烧肌肉功能 造成肌肉丧失 时间长了之后 人就会变得乏力没劲 善师指南建议 一般成人每天应该摄入骨鼠杂豆类250到400克 其中全骨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鼠类50到100克均为生重 3.喝粥养胃 可能是给胃加负 喝粥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有几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一不能餐餐只用粥填饱肚子 有些老年朋友习惯用喝粥代替正常的三餐 但是只喝粥的话能量的摄入是不足的 因为一碗粥其中的米可能只有10到20克 大部分是水 无法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 第二 粥里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成分是胡精 它升高和降低血糖的速度都很快 所以一些糖尿病患者 特别是老年糖尿病患者 还是要干吸搭配为好 先吃一点粗粮 再少喝一点粥 同时搭配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和蔬菜 这样比单纯喝粥更加安全 第三 粥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消化 在进食粥的时候 往往不会充分的咀嚼 所以有些没有熬煮浓稠的粥 喝进去反而会成为未肠道的负担 对胃来说 不是减负而是假负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老年人 或者是本身有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 在晚上喝粥之后会有不适的感觉 如果并非整个机体消化吸收能力下降 而仅是胃部存在不适的话 则不应该喝太多的粥 不要顿顿依靠喝粥来养胃 可以尽量地选择 易消化吸收的食物 并且做到细嚼慢咽 这样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四 腊肉火腿 吃着美味却坏身 很多人喜欢吃腊肉火腿等加工肉制品 觉得非常美味 然而 加工肉制品属于一类致癌物 吃越多对身体危害越大 加工肉类往往要经过 腌渍 炎熏 烘烤等处理 在这些过程当中 常常会产生有害的物质 比如 熏鱼 熏鸡 熏肉 火腿等食品 在加工的时候 利用烟气来熏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致癌物 本病病 腌制肉类 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会使用亚硝酸盐 而长期大量的摄入 亚硝酸盐的话 有致癌的风险 对于火腿 咸鱼 咸肉 培根 午餐肉 香肠 熏肉等 加工肉制品 不可以经常使用 建议每周不超过一到两次 每次不超过二十五克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